政府会不会重新落实消费税 至今还没有定案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纳杜斯里阿孟马斯兰 只表示 今年内绝对不会落实 如果将来真的重新落实消费税 或许可以设计成累进税 也就是弱势群体使用的 基本商品和服务 落实零税收 这可以避免加重 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 同时也能够增加政府的收入 让政府更有能力 帮助弱势群体解决赤品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阿末马斯兰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重申 政府还没有否决消费税 目前还在研究和探讨 重新落实消费税的影响和好处 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不会在今年内落实 阿末马斯兰透露 前朝国阵政府落实消费税时 获得高达442亿令吉的净税收 反观销售服务税 平均收入只有250亿令吉 西蒙2018年只证实 废除消费税 导致政府少了一半的税收 很多人担心落实消费税的话 会影响到B40低收入群体 阿末马斯兰就解释 其实消费税未来可以设计成累建税 也就是低收入群体所使用的 基本商品还有服务是零税收的 以此来避免加重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 同时还能够增加政府的收入 让政府更加有能力去帮助弱势群体 继而解决赤贫还有贫穷 golongan berkemampuan menanggung kadar beban cukai yang lapir berbanding golongan kurang berkemampuan atau sekurang-kurangnya mencapai tahap sistem cukai proportional iaitu setiap golongan menanggung kadar cukai yang sama terhad kepada kemampuan masing-masing kita ingin menoktahkan kemiskinan tegah jika ada GST kita boleh menoktahkan kemiskinan yang bukan hanya pendapatan 1109 boleh dinoktahkan 但 juga pendapatan yang 2208 dan ke bawah juga boleh dinoktahkan jika kita mempunyai keuangan yang banyak 阿莫马斯兰补充 联合国内的193个国家 有174个国家落实消费税 占了高达九成 可见落实消费税不是错误的决定 除了增加政府的税收 也比销售服务税来得透明 还能够加黑色经济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 从现有的三成减少到一成 因此他强调 政府还没有为消费税画上据点 只是还在评估更合适的落实时机 八度空间林晓彤国会大厦报道 和译 seed栏的名字 决定很明显 于提早